今天看桃奶磨嗎 沒有好不好 剛剛到底在講桃奶磨我真的喜歡桃奶磨嗎 也不是不喜歡啦就是 每個年齡層人是會成長 也不一定是人家成長 人的口味是會改變的 像你國中的時候對不對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國小聲啦 我假設大家都至少國中 至少有在念國中 國中的時候可能像譬如說像我 就我國中的時候我會喜歡 就是班上就是那種 長相比較可愛或是甜美型的嘛 然後上了高中 上了高中就是有點青春起過的嘛對不對 那種發育完成荷爾蒙旺生 那荷爾蒙旺生的時候就會看什麼 就會看女性第二性徵嘛對不對 啊可能就喜歡一些奶很大的啊 屁股很翹的啊那種啊對不對 就是你知道 就是你知道 像以我來說 就是我在高中的時候是最誇張的就是 反正 反正你還是大部分都男生嘛 應該都有這種困擾吧 沒有這種困擾也是怪怪的 就是你會有一段時間 人生中會有一段 就在青春期到18歲這段時間 就是你可能24小時之內 可能有12個小時都是在勃起你知道嗎 就是很誇張就是 可能那個窗戶外面有一個女同學走過去 你連她臉都沒看到啊你看到她的 你看到她屁股很翹 欸是你的菜 然後你就自己升級的那一種 反正兩位是美女的嘛對不對 講這個應該也不會怎麼樣 啊有女的就當做參考嘛 就是你可能從窗戶外面走過去 啊一個男同學看到你屁股他就硬了嘛 那也不是說你想對她怎樣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時候就是 嘖 我不知道是精力旺盛或是那個就是 所以你知道生物的本能就是 你發育完了之後你就要去傳宗接代 我說是生物的本能 男性生物基本上被附的本能就是這樣 啊可能我對這女同學 我也沒看到她正面啊對不對 可是我就看到第一眼 欸這是女的 然後這是個屁股對不對 啊她就自然而然的就起床了你知道 就你的腦袋裡面可能也沒有想說 我要跟這女的怎麼樣你知道嗎 因為你也沒看到什麼東西嘛 就看到一個屁股可是 就是你的視覺然後那個 視覺神經傳達到大腦的時候 對下面就起來了不知道為什麼 啊過了高中到大學之後可能就會 可能看的女生也多了 然後那個就是那個亂勃起的狀態也變少了 就開始挑一些就是 開始認識一下說 嗯自己到底喜歡怎麼樣的女生